政府在上一季国会的最后一天提成 警察投诉与行为部检独立委员会 IPCMC法案进行医读 这虽然获得了公民社会团体和律师公会的赞赏 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外界对这个委员会的诚信和透明度的担忧 律师公会今天提出了几项关注点 其中副主席陈永健就指出 目前的法案并没有把全国警察总长列入监督的范围 这有可能违反联邦宪法 律师公会今天在和警方公民社会团体 以及国家施政 廉政及反贪中心代表进行会议后 提出了三大忧虑 希望政府能在10月的国会进行IPCMC法案二读之前解决 第一 根据法案的第31之四条文 全国警察总长并不归属在委员会的监督范围 律师公会认为 这可能会违反联邦宪法第八条所强调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此外 例如警员着装和枪支使用等等运作的常规指令 以及全国警察总长对警员发出的行政指令 都属于官方机密 而且并不对民众公开 也没被纳入委员会的监督范畴 律师公会认为 这可能会削弱委员会的监督能力 呼吁政府公开这些常规运作指令 以提高警队的透明度 我们给警察总长在这些国家 大量力量力量力量 所以给那些人给了大力量力量 大力量力量 这就是我们叫做 我们想要一个警察总长的拥有力量力量 它们将能力量力量 按照法律律的法律 按照法律律的法律 按照法律人的法律 另外 律师公会也对首相的权力过大 而感到担忧 因为根据法案规定 首相有权力委任委员会成员 甚至有权力改变整个委员会的性质和架构 无论如何 律师公会赞扬西蒙政府 对于这个法案的重视 但同时希望政府 能够在提成法案之前 先收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看法 而不是在提成之后 才和民间进行沟通 以便法案能够更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人民的需求 马新社新闻台 李于晴采访报道 也设定对于最新的终fol标第四场 任何统讯和开箱 任何统讯和建访扮公司 入联系力之后 感谢观看